各位同學,我們一齊講一下L3 1-2Z工作址的第二題 第二題 同學,這一類是有點難做的 它是怎樣呢? 有四顆電荷,分別是負Q 分別是負Q 這兩顆是負的 這兩顆是正的 現在它就問你 在中心點電場的量值是多少 起點是甚麼呢? 電場的定義就是正力除電荷 意思就是說,假設你放一個負輪的正電荷在正中間 請問你,它會經驗到多少正電力呢? 背後的意思就是這樣 同學,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其實它 如果你現在有四個力 我們先想法,先想對面 怎樣對面呢? 如果現在你放了一個負輪的電荷在我手指著的位置 它第一個力,其實就是一個排斥力來的 是一個排斥力 現在我們先想對角線 我們就想了這一顆 然後這一顆和這一顆 就會有另一對排斥力 有另一對排斥力 好,那就不要逐個計 為甚麼呢? 要在現在這個階段把它簡化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這個 紅色這個排斥和藍色這個排斥 這兩個力的數值應該是差兩倍的 我為甚麼會知道差兩倍呢? 因為F1 的計法 F1 的計法 是Q乘以中間的測試電荷 接著就是除以4πε 接著就是對角線 我們為了容易去想 我們就當對角線 先不要計算它 就叫它做L 可以嗎? 接著呢 我們就說是L over 2 的二次 F1 就是這個數值 F2 F2 應該是它的相反方向 但是是兩倍這麼大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位置總結了之後 因為這個方向有淨力 應該就是QQ' QQ' 就剩下兩個 有兩個 有一個 他們兩個 雙減之後就剩下一個 就是4πε L over 2 的二次 就是指向這個方向 即是這個方向 即是這個方向 好了 用同一個原理 用同一個原理 我們就想起另一個對角線 即是說呢 這兩顆之間的吸引力 就是一份力 這兩個之間的吸引力 就是一份力 接著 這裏的對角線 這兩個之間的吸引力 就是3倍 3倍 為甚麼3倍 因為中間的粒是一個 負輪 這裏是3個 所以這個方向 黃色螢光筆 就是沿著這條對角線 沿著這條對角線 沿著這條對角線 就有這一個方向的力 而那個方向的力 我們叫做F2π 用了剛才的技巧 就是這裏是1乘以中間的粒 這裏是3乘以中間的粒 所以這個是它的三倍 所以那個數值 就是一個這樣的數 好了 就是這樣的數 好了 接著那個合力 因為現在要計算合力 那你就是 就當了一個小Q是1 接著那個合力 就是合電場 就會等於開方 這個一次 就是合電場 就會等於這個一次 這個二次 就是這個的二次 就是這個的二次 加這個的二次 就是把所有小Q是1 就會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簡化版之後 就變成了什麼呢 就會是這個 QQ4πε 好了 我們接著看看 那個L over 2 L本身就是開方2的x 所以這個位置 就會變成開方2的x over 2的二次 就去加這個 兩個QQ 就是4πε 開方2x over 2的二次 接著這樣 把它開方 這個二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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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 這個當它是1 這個當它是1 這個當是1 這個小Q當是1 這個小Q當是1 於是呢 我們就把眼睛見到 可以二次方抽出來的東西 就先抽出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可以抽出來的 這個東西 可以抽出來的 跟著這個Q 都是可以抽出來的 這個Q 都是可以抽出來的 都是抽出來的 跟著 因為這兩個 又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 就會變成 如果這個東西的二次 即是開方2over 2x的二次 其實就是1over開方2的二次 即是二分之一 抽出來之後 就變成二分之一x的二次 即是說 連這塊都抽出去 這個都抽出去 中間抽不抽得出去的 就是1的二次加2的二次 就是1的二次加2 即是變成開方5 所以這個答案 其實就會是 Q over 2 pi epsilon X的二次開方5 開方5 所以答案就是 開方5 所以答案就是A 所以答案就是A 好 去到這裏有沒有問題 痹 這裏 在這個